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当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 这部由古天乐与林峰主演的港片 自上映以来就备受好评 堪称是近期的一匹黑马票房预测突破7亿 然而由于制作成本高达3亿 电影面临着亏本的风险 这也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 电影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票房上 更重要的是它再次让观众看到了港片的魅力 以及中年演员的新出路 《九龙城寨之围城》 以其精彩的动作场面和深入人心的剧情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它的经济效益却引人关注 随着口碑的不断发酵 我们期待这部电影能创造更多的奇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电影的璀璨星空中 有那么几颗星 以其独特的光芒 穿越时空的迷雾 照亮了无数影迷的心 从导火线的激烈格斗到 精武英雄的传统功夫 再到功夫的无厘头喜剧 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 心灵的触动 是对香港动作电影 《黄金时代》的一次次回味 而《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热影 无疑为这份怀念 再添了一把火 让我们再次踏上回忆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首先遇到了导火线 这部电影不仅是 甄子丹和叶伟信的再度合作 更是一次对混合格斗艺术的全新探索 甄子丹不惜一切代价 亲自设计了武打风格 从世界各地请来搏击高手 将巴西柔术 拳击 泰拳 摔跤等元素 融入影片 创造出了一场场令人目不暇接的打斗场景 而且 为了追求极致的真实感 演员们也是将伤痛视若无睹 令这部电影成为了新世纪香港动作片的一个里程碑 接着 杀破狼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了甄子丹和吴京 在香港影坛的辉煌时刻 这部影片以其真人真打 少用替身的拍摄手法 成功地将传统功夫片的魅力 与现代格斗技术完美结合 尤其是甄子丹和吴京的相斗场景 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而当提到叶问时 我们不得不佩服甄子丹对角色的执着 为了还原永春宗师的形象 他潜心练习永春拳 即便伤急就换 也毫不退缩 影片中的擂台决战 不仅展示了甄子丹超凡的武术实力 也让观众对永春拳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然 谈到香港动作电影 怎能不提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和《金武门》 李小龙不仅以其超凡的武功震撼了世界 更以独树一帜的电影理念 将中国功夫推向了全球 他在《猛龙过江》中 与国际空手道冠军的较量 以及《金武门》中一脚踢碎 《侮辱性告示牌》的经典场景 都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而在这个回忆的旅程的终点 我们遇到了周星驰的功夫 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喜剧风格 和创新的动作设计 为香港动作电影增添了新的色彩 周星驰用他特有的方式 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 爱与希望的故事 同时也向传统功夫致敬 从《导火线》到《功夫》 这些经典作品 不仅是香港动作电影的代表 更是一代人心中不灭的火焰 它们让我们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 感受了动作电影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 它们让我们相信 只要有梦想和勇气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在另一个领域 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的回归 也让无数观众翘首以待 这部改编自猫腻同名小说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世界观 和丰富的人物设定 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随着第二季 即将登陆央巴黄金档 并开启四成十场的巡影活动 观众们对小贩大人的新旅程 充满了期待 另一方面 Matt Geller红毯上的星光璀璨 也让我们见识了 欧美时尚圈的独特魅力 从赞达亚的森林精灵造型 到豆豪猫的尸身透明装 每一位明星的出场 都是一次视觉的盛宴 而韩瑜代表的常识 虽然有些格格不入 但也展示了 他们对国际舞台的渴望和努力 无论是电影 电视剧还是时尚盛典 每一个领域 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他们不仅让我们 欣赏到了不同的艺术形式 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 创造美好的无限可能 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 让我们继续探索 欣赏和追求 用心感受生活的每一次精彩 在荧幕和小屏幕上 演员们通过各种角色 展现出了他们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和演绎 最近 两位长相相似的演员童瑶和张子怡 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扮演了 被家暴后杀夫的角色 但他们的表现 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 在腾讯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演员如何通过不同的手法 向观众呈现了这一敏感话题 童瑶在《危暗之火》中饰演南亚 一位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 最终在忍无可忍之下 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这部剧围绕着一个小镇上的离奇杀人案展开 随着剧情的深入 揭露了更多隐藏在表面下的秘密 童瑶的表演 虽然让人同情南亚的遭遇 但有些观众认为 它的表现缺乏了一些必要的深度 无法完全展现出这个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 相比之下 张子怡在电影《降员弄》中的表现 则被认为更加深刻和震撼 这部电影改编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 讲述了一个因长期遭受家暴 而杀夫的女性沾舟式的故事 张子怡通过她精湛的演技 完美地展现了这个角色的苦痛和绝望 她惨白的妆容和通红的眼眶 让观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 张子怡的表演不仅令人惊叹 也引发了对家暴这一社会问题的深思 在另一个领域 时尚界的盛世Matt Geller上 邓文迪和她23岁的女儿格雷斯 莫多克的亮相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腾讯的报道指出 尽管邓文迪的装扮重归重举 但她与女儿的出现仍旧吸引了众多目光 邓文迪凭借她在时尚界的地位 和与晚宴主办者安娜·温图尔的友谊 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个时尚盛宴上 而她的女儿格雷斯虽然装扮相对普通 但作为非娱乐圈人士 这样的选择也显示出了她的个性和对母亲的支持 同时82岁的蔡兰在香港文化界的地位不容小觑 腾讯的报道提到 这位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化人物 尽管年事已高 但仍然活跃在文化圈中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她和金牌司仪·郑丹瑞之间的友谊 以及她在文化领域的贡献 都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这些故事 无论是在荧幕上的深刻演绎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亮相 都反映出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面对家暴的挣扎 还是在时尚盛宴上的闪耀 或是在文化领域的坚持和贡献 这些故事都激励着我们去更深入地理解周围的世界 以及其中的人与世 在娱乐圈的纷纷扰扰中 大S和汪小菲的离婚案例 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腾讯报道 大S坐不住了 她同意孩子暑假回京 但要求张兰每年支付1.2亿台币 这个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 张兰在直播间透露 每年的寒暑假都能把孙子孙女 从台湾接过来 享受天伦之乐 不过张兰能见孙子孙女 是有附加条件的 那就是汪小菲需要每年支付 给大S1.2亿台币的抚养费 这一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大S的做法过于过分 有人则表示理解大S的心情 与此同时 林峰的演绎之路 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腾讯报道 林峰从电视城走向九龙城寨 曾遭大量负评 但多亏了古天乐给予的机会 让他演反派 他的演艺生涯才得以继续 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成功 让林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表示 这20年的演艺生涯换来观众的赞赏 一切都值得 林峰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在文旅领域 腾讯报道了 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 这个计划 旨在通过微短剧 推动取景地的文旅发展 然而从市场的整体反应来看 这些文旅 微短剧 似乎还没有激起太大的水滑 虽然有几部作品的播放量不错 但在带动旅游方面的效果 并不显著 这让人们意识到 要让文旅短剧真正发挥作用 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无论是大S和汪小飞的离婚风波 林峰的演艺之路 还是文旅短剧的发展 都反映出娱乐圈和文旅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些故事和事件 让我们看到了人们 在追求梦想和幸福生活的过程中 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但同时 他们也展示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只有不断的探索和尝试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浩瀚的影视海洋中 总有那么几部作品 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成为讨论的焦点 近期 腾讯推出的几部作品 便是如此 他们以生动的情节 复杂的人物关系 和深刻的主题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首先 《危暗之火》 作为一部集悬疑 行真于一体的剧集 讲述了林峰路 为查明真相 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 南亚案成为了剧情的关键 胡秀和胡立帆的角色 更是至关重要 林峰路的内心世界 因为南亚而变得复杂 他的每一个决定 都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通过林峰路的视角 剧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 和社会的现实 让观众不禁深思 接着 腾讯又带来了不可告人 这部剧 以一起跨越21年的 猎奇悬案为主线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协较量 主演阵容强大 包括欧豪 张国强 刘亦军等 他们的精彩 表现为剧集增色不少 不可告人不仅仅是 一部行真剧 更是一部关于信念 勇气和牺牲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面对邪恶 只有勇敢站出来 才能守护正义和光明 而在娱乐圈的另一端 黄晓明和卑鄙的罕见合体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两人已经离婚多年 但他们围乱子小海绵的幸福 选择放下过去 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 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心 也让外界看到了他们成熟的一面 同时 黄晓明与新女友叶柯的关系 也成为了焦点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评论 叶柯勇敢地站出来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展现了他的坚强和独立 这些作品和事件 无一不再向我们展示着人性的光辉 和社会的复杂 无论是危暗之火 中林方路的挣扎 还是不可告人中 警察们的勇敢 亦或是黄晓明和卑鄙 为了孩子的幸福所做的努力 都在告诉我们 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 总能找到光明和希望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影视作品和明星的生活 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它们不仅是娱乐的产物 更是文化的反应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从而更好地理解 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所以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 去感受 去思考 去成长 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娱乐圈的繁华背后 每位明星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和挑战 从大S 不遗余力地为丈夫剧俊叶的 演出打扣 到迪丽热巴 再开始推理把二中的 爆改造型 再到古天乐主演的 九龙城寨之围城 预测票房破七亿 却面临亏本的窘境 这些故事 不仅展示了明星们的光鲜亮丽 更透露出他们背后的努力 和挑战 据腾讯报道 大S为了证明自己嫁得好 不惜一切代价 支持丈夫剧俊叶的演出 尽管剧俊叶 被韩国娱乐圈抛弃 年纪大且 缺乏拿得出手的才华 大S还是全力以赴的帮助丈夫 他提前半个月 在社交平台上宣传 演出当天宣称 现场挤进了900人 演出结束后 还大开庆功会 然而 现实却是演出现场 只有200人左右 大部分是大S 和小S带来的好友 演出门票 几乎没卖出去 大S投资的上百万 也未能收回 与此同时 迪利热巴在 开始推理把二中的造型 美上热搜 展示了 他的多变魅力 他的每一个造型 都让人眼前一亮 从哥特暗黑大小界 到未来赛博装 每一次的爆改 都保留了 他本身的五官特征 同时带给观众 全新的视觉享受 迪利热巴的这些造型 不仅展现了 他的美貌 也证明了 他作为演员的 多样性和可塑性 另一方面 古天乐和林峰主演的 《九龙城寨之围城》 虽然获得了好评 预测票房超过7亿 但因成本过高 面临亏本的局面 这部电影的 成功在于他的岗位 以及对剧本 和动作设计的用心 古天乐和林峰的演出 让人回忆起 香港武打片的鼎盛时期 同时也展现了 中年演员的魅力和挑战 尽管面临亏本的风险 但《九龙城寨之围城》 依然让观众 看到了港片的希望 这些故事 不仅展示了 明星们的光鲜亮丽 更透露出 他们背后的努力和挑战 无论是大S 微爱不懈努力 还是迪利热巴的 多面造型 又或是古天乐 和林峰在《九龙城寨之围城》中的 精彩表现 都证明了在娱乐圈中 成功永远属于那些 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面对困难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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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